嗨 大家好 我是Twick現在的教練部長紀東顯 然後我現在是台大的 升工系三連級的學生 那我想今天先由我來開場 跟大家介紹一下四歲一百有什麼東西 好 那 這是哪裡 這是 克雅溪 然後 這是 克雅溪那邊的農田 那 OK 如果說 我是一個台中的小孩 少少小孩 然後 我住在附近我看過田 所以這些的話我可以說 我很有自信的 我可以很有自信的說 嗯 這個地方 我了解它 它是水 然後 這是我們吃的道理 對 那 假如說 我會想像說 跟我同年紀有很多的人 那 那 當我們 看到這些 河川的 照片的時候 有許多人都是 第一次看到 那 我會繼續想問說 那我們想要 我們要怎麼樣更認識這些地方 好 這時候身為一個 Google世代的我們 我們會去查 克雅溪 0.22秒就跑出 1100多萬筆的資料 OK 那 身為一個現代青年呢 我們都知道 這裡最好是 維基百科 好 維基百科 就克雅溪的介紹 就三號 好 這就是 我們對於克雅溪的了解 通常 對 就聽到這裡 維基告訴我它是怎樣 怎樣 OK 那事實上它真的是這個樣子嗎 那 我覺得這一切都是從 這一個 一個簡單的問題開始 從一個青年為主的NGO 我們去思考說 嗯 這個 真的青年 身為青年 我們只能認識 這樣子的東西而已嗎 那 嗯 我們在去年4月的時候 我們死去中華貝亞西 然後 我們到一個 非常 酷的地方 我們 後來 我們在當地呢 我們跟當地的居民問 問到最後 我們 我們到一個橋的下面 我們找到了一個 不斷排出白色水的地方 然後地方 蠻臭的 然後 這 一般 絕對查到這個地方 然後 這個地方呢 據當地的居民說 這是足科人 廢水的 排出口 然後那天是一個禮拜天 禮拜天 他們的水 並沒有停止排放 對 好 那 我希望記得這個簡單的例子 來給大家 去思考一下說 到底實際去走訪這個地方 跟你在網路上查到這個 我們所謂 的浪漫 到底查了多少 對 大家知道 腦補這個名詞嗎 腦補 就是我們看到 喔那個很漂亮的照片 這個很漂亮的照片 哇 這是田園 這是 這是 一個農村的 的 小清新的感覺 OK 那我們說這是一個 喔 很美麗啊 這是一個小橋流水的感覺 對 那真的是這樣子嗎 這些 我們年輕人特有的浪漫 我 我希望說 它不只是 它不會變成一種 愚昧的象徵 所以 嗯 今天我們有五組 很 很 很辛苦的 隨隨隨隨隨隨隨人們 他會 我們會即將用 我們去走訪 看到的東西 來跟大家分享 大家看到的那些例子 跟他們實際上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那我介紹到這邊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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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謝謝